5号 吴燕妮 四川铁人 2021年在全国田径冠军选拔赛中获100米兰冠军 456号 夏思宁 湖南湘美 女子100米兰全国少年纪录保持者 吴燕妮的大运会银牌和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同时 夏思宁以其出色的成绩和超高的颜值也吸引了外界的目光 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需要借助刘翔的恩师孙海平的解读来解答这个问题 孙海平一个传奇教练 刘翔的恩师如今也是夏思宁的主管教练 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为中国田径界的代名词 带着无数的荣誉和心酸故事 夏思宁 一个年轻的短跑选手 以惊人的速度闪耀在赛场上 但他刚来的时候 夏思宁的成绩大概在13秒30到40之间 虽然还不及国内最好的两位选手 林雨薇和吴燕妮 夏思宁在年轻选手里是最优秀的 孙海平看到了他在短跑领域的巨大潜力 为此也毅然将他调进了国家女子短跨组作为后备人才 他对夏思宁的未来充满信心 坚信他有可能成为中国田径的下一个传奇 吴燕妮在女子100米跨栏项目上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她的成绩不仅让人刮目相看 更让人产生敬佩之情 如今他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 无数年轻选手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 我就觉得做好我自己就好了 而且我就觉得自信的女生最美 可能这是我妈妈对我的教育 所以说我不害怕诋毁我的人 因为他们越诋毁我 吴燕妮越有劲 越有劲 越有劲 然而当我们谈及女子100米跨栏的未来时 一个名字无法忽视 那就是夏思宁 她是中国对重点培养的天才选手 被寄予了无数的期待 尽管年仅20岁 但她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和潜力 与吴燕妮相比 夏思宁确实年龄较小 逼领军人物小了整整六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成就上 逊色于前辈 相反 夏思宁正处于上升时期 每一次比赛都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她的速度和技巧 在同龄拳手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现如今的吴燕妮 可以说是女子白米兰这一项目的招牌运动员 她及颜值 身材和成绩于一身 在成都大运会期间连续突破个人最佳成绩 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惊喜和期待 这个成绩赛前会想到吗 就12秒76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之前是12秒87 说实话在这样的大赛当中 三枪提升0.11难度相当相当大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有12秒7的水平 只是说状态好与坏 或者就是时间问题 我再比大运会预赛下来 我就觉得自己状态很不错 然后半决赛下来 然后放着跑的 然后跑了一个12秒86 提高0.01嘛 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 80奥运会我可以去想一想 她跑猪的12秒86的半决赛成绩 再度超越自我 接着在决赛中 以12秒76的成绩再次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可以说她的每一次起跑 每一次飞跃 都比上一次更出色 更优秀 吴燕尼的成绩不仅令人瞩目 更是凭借之下达到了奥运会参赛标准 成为四川运动员中首位获得奥运会门票的选手 这个比赛当中 因为半决赛是12秒86 你自己说了决赛就是想冲巴黎的标 12秒77 但对你来说要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0.1秒 这是挺大的一步 在比赛之前会有点紧张吗 会给自己压力吗 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点压力 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有压力就有动力嘛 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着急 不要兴奋 因为从亚济赛回来 然后进入大云村之后 其实我整个人是兴奋状态的 我每天一直在压着自己的那种劲 然后就告诉自己 吴燕妮不要兴奋 不要兴奋 然后又参加火炬手的传递 又参加开幕式的火炬手 那个氛围真的是 真的非常的热泪盈眶和激动人心 非常的澎湃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不要兴奋 然后妈妈和教练都告诉我 一定要压住 我说好的 我说你们放心吧 这不仅是对吴燕妮个人的殊荣 更是为四川田径队和中国女子 白米跨栏项目争取了无尽的荣誉 他以优秀的成绩和出色的实力 溢扫了此前东京奥运会前的遗憾 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夏思宁刚满20周岁 年纪虽小 却早已获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 在今年4月份全国田径大赛 以及7月份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 夏思宁两次夺得了冠军 尽管他的成绩还没有突破13秒大关 但是他展现出的潜能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 在社交媒体上 夏思宁和吴燕妮一样 拥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这两位年轻的田径选手 以其出色的表现和充满活力的形象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他们的名字渐渐传遍田径界 成为女子100米蓝这个项目的代表性运动员 接下来的杭州亚运会让人充满期待 吴燕妮和夏思宁将再次亮相赛场 展现出他们的实力和才华 他们将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能让我的自信心更加的充足 然后去站在巴黎的决赛赛道上 为国振国 其实我不是近两年才出的成绩 其实我每年的成绩都在提高 只是那个时候网络不是那么的发达 那个时候也没有某因 所以说大家都不知道我之前的成绩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在冠军赛 突然横空出世 其实不是的 在女子跨栏这个项目上 之前大家了解的真的不多 关心的真的太少 可能自从翔哥退役了之后 可能大家的关注度可能都在我们中国短跑 其实我也觉得也很欣慰嘛 因为大家都能支持我们中国的田径 但是我希望有我的出现 或者有其他队友的出现 能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女子100米兰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谢谢大家